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话 今天咱们测试一个美人美贵 这个叫做雕蝉 雕蝉写的是绿江的花 这应该是艾比达的 跟艾比达是一个佛人 这花的质量比较长 而且看花头的话质量也非常好 我们就把它收拾一下 大家一看到 这花的质量非常好 比较长 而且花头大炒也不错 这个花刺的数量是中的版 也不算特别多 但也还可以 咱们打一下刺 如果咱们买的花少的话 可以用手掰就准备死了 我用这个刀子剑打稍微快一点 用刀子剑的话就不能用太大力 要不然那花会把这个 杆的皮打破 皮不要打破了 好 咱们这花就收拾完了 大家看一下质量非常好 大家看一下枝条 这个枝条大概有 我估计有70以上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个花头大的花 能够保证花头稍微长一点 如果经济力量允许的话 我觉得咱可以尽量买枝条比较长的 60以上 这种花头一般都会比较大 质量都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花店买一般都是买60厘米以上 所以我让它们给我发的是那个 等级最高的 就是最长的枝条的花 我呢现在呢我把这个花呢 这杆子清洗一下 然后咱们擦一边 咱们再测试 好 我把这个花呢擦个通过一遍 然后我这个皮呢 八条的月已经消火不乱 咱们还是用这个铺脑水加铺鲜 好 我把这个花插在这个皮里 这个貂蝉还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香味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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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这花插完了啊 咱可以看一下啊 这种粗枝的长枝的花就很占定 你看我这个皮啊 这个是1230的瓶子 插了20枝花就有点挤了 比较多 所以说 其实 好花呢 这个比较长比较粗 或者比较大的 可能 一个皮插的支数也比较少 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我还建议大家买一家 这样比较好的花 好 那这花插完了啊 咱们就去把花拿完下去 看看将近黄金家 这个花的情况怎么样啊 咱们以后每天拍一次看 好 这就是一天以后啊 这个 美人美鬼啊 貂蝉的情况 这次这个貂蝉 确实 这个花的质量非常好啊 花刀也大 至少有肠和粗啊 才一天的时间啊 大家看一下这花头的样子啊 你看看我家这次这个花的质量真好啊 这厅是艾比达公司的啊 花头大小 花形 花色各方面都不错啊 这在一天以后 大家看已经明显的有开放了啊 这个叶子状态也很好啊 很绿 有粒啊 非常不错 这个水呢也非常清澈啊 很好 今天那室内的温度应该是25度啊 大概 10度在54%左右啊 好 这就是一天以后啊 这个 貂蝉玫瑰的状态应该说非常好啊 花朵已经开始开放了 叶子也很好 水也很干净啊 我们期待这能开的更大一点啊 非常漂亮的花 好 准备一遍再说 现在是两天以后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貂蝉的玫瑰啊 我觉得可以看到啊 这个貂蝉玫瑰这回的质量非常好啊 花头几乎已经全开了 然后叶子也很绿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 貂蝉的开放状态非常好啊 开的非常漂亮 让我们看一下这叶子 也是有绿有绿的 很有力量的叶子 种的也是很好 那看一下这个水 吸掉了一些 但是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 所以说咱们前期的这个 清洁工作一定要做好 现在温度是24.9度 湿度大概是37% 这就是两天以后 这个貂蝉玫瑰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状态非常好 已经几乎完全开放 花形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奥斯丁花形 叶子也非常好 水也很清澈 说明其实这个貂蝉玫瑰 很适合品尝 那咱们明天再看 好这是四天以后 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 画头非常好 画头非常好 已经都开放了 我刚才摸过 所有的画板都很硬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开放了 开成这样画板还是很硬 三天以后 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叶子油绿油绿的 而且很有力 没有下垂的技巧 这个水吸掉的比较多 但是仍然非常清澈 一会我给它加一点水 这种情况我们加水就可以了 不用换水 现在使用的温度大概23度多一点 10度是34% 还是比较干燥的 这就是三天以后 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品种玫瑰非常好 可以完全开放 而且保持了花期也比较长 美好家这个提供的画头 画材质量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花朵开得非常大 而且一点没有粘软的迹象 总之状态非常好 我觉得貂蝉玫瑰还是不错的 我们明天再看 这是四天以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 这个貂蝉玫瑰的开放度非常好 基本上都开了 而且摸上去花头非常硬 说明它的状态正好的时候 咱们看看它这个状态能维持几天 这个叶子也很绿 很挺拔很直挺很有力 总之呢 花和叶子状态都非常好 而且开放度也非常理想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水 这个水我昨天加了500毫升 又吸掉了不少 我看明天有必要的 可以再加一点 像这种水还是比较清澈的情况下 我们不用换水 直接加水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是24度 50度是29% 确实也是蛮干燥了 这就是四天以后 貂蝉玫瑰的情况 我感觉非常理想 这个玫瑰的质量很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花头很大 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开爆 基本上还是在大半开的状态 而且花瓣很硬叶子很好 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 现在应该是算这个玫瑰的剩花期 应该是它的状态最好的时候 好那咱们明天看看它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 这是五天以后 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 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 大部分的花头都基本上软了 就是说吸不上水了 所以可以看到 这种能开大的玫瑰 它开大以后坚持时间不会太长 一般也就是两三天了不起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貂蝉的玫瑰呢 已经完全开放了 而且花头开始变软 当然还可以看到 这叶子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个水呢我也是加了500毫升 就这个貂蝉我已经加过两次水了 其实这次加不加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花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室内温度是24度 空气湿度大概31%左右 好这就是五天以后 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 基本上花期也到了 差不多了 大部分的花头都比较软了 咱们看看还能不能再坚持一天 咱们明天再拍一天 但是我估计可能差不多了 好咱们这是六天以后 咱们看一下 因为今天我有点事回来都比较晚了 现在已经晚上了 八点多钟了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貂蝉玫瑰基本上已经over了 这个花开得快 如果拜的话也会很快 像那种可以完全开放的花 总是可能会很快的开拜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 花就都拜了 全部都不行了 这个叶子的状态一开始下垂 也不是那么有利的 这个水的情况呢 其实还可以啊 我没有换过水 但是我加了两次水 现在看 它这个清洁程度还可以 不是很差啊 像咱们室内的温度呢 是23.9度 24度这样 湿度大概是29% 还是比较干燥的 六天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貂蝉玫瑰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可能是我家里的这个 空气湿度还是比较低 还比较干燥 如果我觉得空气湿度大一些 应该还能多坚持两天啊 好 在咱们家里测试呢 这个貂蝉玫瑰呢 是六天时间啊 明天咱们就不接着拍了 这个貂蝉玫瑰测试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对这个貂蝉玫瑰有什么想法 或者说有什么经验吧 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啊 咱们大家交流一下 能不能更好的把这种玫瑰养好 最后呢 咱们还是感谢一下 美花美佳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玫瑰 这次给我们发的这个貂蝉玫瑰 实在质量太好了啊 质条又直又长 而且花头也比较大 最后呢是六天时间 好 那咱们这个貂蝉玫瑰就拍这么多了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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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